不过在美国这次角逐白宫的议题上面 国际上这几场非常重要的战事 对于选民来说 关注度相对都偏低 来关注的是以色列 他们在贝鲁特击毙了掌权超过30年的 真主党的领袖叫纳斯拉勒 对黎巴嫩政府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立刻宣布三天国丧 据传他的表弟有可能接班 而这个真主党领袖的死 让这个党全力真空 那么伊朗是承受重大打击 也可能撼动伊斯兰共和国的稳定 另外以色列军队持续扩大战线 朝所有敌对势力发动攻击 出动了十多架战机飞越2000公里 轰炸青年运动所在地 叶门 以色列持续扩大战线 朝所有敌对势力发动猛烈攻击 上周五狂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 击毙了掌权超过三十年的 真主党领导人纳斯拉勒 震主党在短时间内就要身全球最强 非国家武装组织之一 领导人纳斯拉勒是最大功臣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纳斯拉勒号召支持者起身反抗 真主党就在这波运动中诞生 伊朗则是背后的支持者 整个组织由当地的神职人员领导和运作 1980年代开始 真主党频繁对占领的乙军进行恐怖攻击 还绑架西方人作为人职 1997年美国将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 2000年以色列无条件撤离黎巴嫩南部 纳斯拉勒将此视为是真主党的胜利 此后真主党在中东地区的势力不断扩大 像是派武装部队前往叙利亚支持阿塞德政府 协助伊拉克对抗伊斯兰极端组织ISIS 纳斯拉勒的死让真主党全力真空 对伊朗也是重大打击 甚至将撼动伊斯兰共和国的稳定 伊朗扬言报复以色列国际社会戒胜 美国表示已经在中东备好阴影的战力 纳斯拉勒的遗体已经被巡获 黎巴嫩政府宣布三天国丧 不过尚未公布举行葬礼的时间 据传他的表弟萨法兵很可能是接班人 周日以色列再度对黎巴嫩发动攻击 又击毙真主党两名资深指挥官 以军部队也持续在北部边境集结 为入侵黎巴嫩做准备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 消灭真主党的领袖将改变区域势力的平衡 以色列周末也对伊朗另一个代理事例 耶门青年运动展开攻击 以国派出十多架战机飞越2000公里的路程 空袭耶门的电厂和基础设施 汹汹火光直冲天际 这波攻击共造成四人死亡 四十多人受伤 纳坦雅胡在因应以哈冲突上不得民心 政治地位动摇 但过去两周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几波成功突袭 却让他扳回了一些分数 原本反对他的前司法部长 又一政党领袖萨尔赞扬以军执行了完美任务 他也接受纳坦雅胡的邀请 回国担任安全内阁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将与纳坦雅胡通话 并极力避免中东全面开战 但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明显弱化 拜登软硬兼施 仍然无法动摇 纳坦雅胡的军事决定 区域中的中东和阿拉伯国家 既没有能力 也没有意愿 起身于以色列对抗 即使是伊朗 也小心计算开战的得失 以色列或许看准了情势 才会坚决不停火 TVBS新闻总部报道